我們常常會需要用到薑泥 但如果用這種磨薑泥板 磨的時候 常常會磨到手,而且會剩下很多 那我們發現說 如果我們用這個 壓蒜器 把薑 薑給切成小塊 然後 壓下去 我們就會有薑泥可以用 會很綿密,而且很快 再一次 這樣子 壓下去 我們就有薑泥可以用